在民国七八十年里 普利手工职十分盛行 多半都外销到日本 因此有千余户家庭都从事手工职的工作 县原料制成期盼县府单位 要多多重视手工职文化 将文化传承下去 做这个秋冈座的这个人 有几千的家庭 总共有差不多五十 经组有的宣誓 这是在我们七八年十年以来 其实在暴力一个很重要的三件 所以说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文化质 透过文化质要请文化部来重视 就是说我们这个秋冈座的文化价值 不可以依我们的产食来去胜工 有适合不适合来补助 因为要继续把我们的文化遗产 好好来保存下去 在这几十年造就了普利的产业发展 大普利文创协会理事长 期盼宪府单位多投入心力 将手工职的文化资产流传下去 那我们非常认为说 这个普利的手工职呢 真的是可以代表普利政的一个意向 那普利的手工职的发展历史 其实有数十年的一个发展的轨迹 其实历经的极盛时期到后来的这个衰退时期呢 其实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 那怎么样去附赠这个普利的指纹化 我们认为呢这个工部门就是文化部跟文化局呢 应该要投注相当的精神跟经费来扶植地方的产业 让普利的这个业者可以在现在的这个竞争的时代 可以把这些文化资产可以保存的下来 历经员王彩云期盼 县府能建立纸博物馆 陈列展示特色纸产品 推广普利纸产业 带动经济发展 将手工纸发扬光大 是不是工部门这边来帮我们 做一个纸的博物馆 各种我们的纸的一个产品 陈列出来 帮他们行销出去 把所有的呈现在这个纸博物馆 我相信这样的结合带动了经济 我相信我们的造纸业会持续下去 会延续下去 让我们的造纸业在经济上 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之下 我想他们是最期待的 把这个纸来发扬光大 副议长潘一全希望 政府单位能多多推广手工纸文化 并加以传承 让普利手工纸再次发扬光大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记者陈建豪普利采访报道